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十多座城市寻访英雄亲人 越过雄伟的太行山脉 来到了山西省左泉县 河北省新级市田家庄 下一站是河北邯郸 行台南宫市的济南涅士林园 去寻找那些英雄的家庭 社会各界倾心尽力 同为英雄寻找亲人 新明节三集特别节目 英雄的亲人你们在哪里 和平年代为您亲情呈现 各位观众大家好 欢迎收看和平年代 在上期节目当中 我们讲述了设置组找到了 93岁的刘自立大爷 他为我们的寻访组提供了 英雄送喜城的亲人的相关线索 那么顺着这个线索 能否找到英雄的家人呢 我们的设置组不顾疲劳 连续作战再次踏上了 为英雄寻找亲人的旅途 现在呀 我们就来到了左群县东乡上庄村 这个村庄啊四面环山 从这里向东1.5公里 就是太行山著名的郡集关 是山西与河北的交界处 万丈悬崖把禁忌两省分隔两端 自古就是一道天然的屏障 当年八路军129市的供给部工作团 和近南银行印刷厂都设在这儿 据说啊这个村庄里的新壮年男子 各个都因勇善战而送去城 就是其中的一个 这里就是上庄村 抗战期间 村里有很多人牺牲在了战场上 因为在那个全民结兵的年代里 老百姓拿起枪就是民兵 八路军住在百姓家里 军民就是一家人 在84位八路军伤病员死亡证明发现之初 国家民政部的工作人员 已经将这84人名单 与现有的历史信息管理系统中的名录 进行了逐一比对 其中特别人员身份 已经得到初步检定 并按照历史身份对待 发现的这些死亡证明上 大部分标注了伤病员的 籍贯和年龄 可是有近五分之一的籍贯 仅仅写到了省 大多数能写到谢 精确到村的 少之又少 再加上有的伤病员 无法说清楚自己的籍贯 再加上记录时 用了简称 或者字迹不公正 笔物等等 都给我们的寻亲工作 带来了很大的难度 听说名单中的 卫生部七年队学员 宋喜成的后人 就在这个村里 我们去打听一下 老师兄 您好 您好 我们是双电视台 和明年代的 我想跟你打听个事 咱们这个村子里 有没有信送的人家 有 有 有几家 有两家 有两家 他们都住哪 这两家 这后面有一家 学校背后有一家 咱们这村里有多少户人家 有 600多户 600多户 1800多户 这房子 这是后面修的吧 这房屋 这都是后面修的 这都是老房子 这后面是老房子 老书家 大爷 大爷 大爷您好 这是在重要电视台 您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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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房子也实际 这 这 房子更有点背 这 我 你做背 大爷您贵姓 你姓什么 你姓什么 姓宋 姓宋 叫什么名字 叫宋喜祝 宋喜祝 那你认识宋喜成吗 你认识宋喜成吗 不认识 不认识 没听着说过 那你们家 有没有当兵的 有没有结果 我家也没有当兵 没人当兵 有怕丁城叫 丁城叫 丁城叫 他跟我一家 一家 一家好就当兵了 龙月叫 那我们过去问问 我找你 谢谢 谢谢你 再见 再见 我们以为宋喜祝和宋喜成 只是疑似之差 他们之间会有些亲属关系 但是没有想到 他们却素不相识 于是 这位领路的村民 把我们带到了村里 另一家信送的人家 你好 大爷您好 请问电子台 你好 你好 你这情况 我们来到了这户 宋喜人家时 发现进门的横梁上 刻着 济南银行印刷厂的字样 当地的村民说 这里是济南银行印刷厂的旧址 现在还几乎保留着原样 1939年年初 抗日战争转入相识阶段 热军队抗日根据地 实行严密的封锁和疯狂的扫打 致使济南太行根据地 经济和财政遭到严重损害 为了冲破日扣的经济封锁 中共中央北方局和经济边区政府决定 组建自己的金融机构 济南银行 发行根据地本未必计超 以统一全区货币 保障公寄 发展生产 当年也许正是因为 济南银行印刷厂设立在这里 村里的青壮年男子受到感染 纷纷都毅然决然残军入伍 大爷 你叫什么名字 我叫宋炳臣 宋炳臣 那宋喜臣你认识吗 我从来说过 我日数不叫宋喜臣 你二叔就叫宋喜臣 那你父亲是排行老几啊 老大 父亲排行老大 但你现在在干什么 主要的生活来源是什么 乌奴 靠劳度 你仔细看一下这个材料 他是不是 这是不是你二叔 家里住址啊 就是他家庭住址啊 是辽县东乡上庄村人 那这上面还写了 1939年8月 是进了医院 1939年8月进医院的时候呢 16岁 他哪年当兵的 当兵的时候多少岁 你二叔 他住了15 走的时候15 就当兵的时候15岁 那是哪年 38年 哦 38年 经过初步了解 宋喜臣的亲人 基本有了眉目 宋炳辰告诉我们 他奶奶去世前 经常跟他们提及 二叔的事 让他们一定要找到 二叔的下落 设置组的到来 勾起了他的回忆 弟兄三个 那你父亲当兵是去哪了 他当兵 解放后才知道 以前他也不认为 解放后才知道 解放后是去哪了 在郑州 郑州 那你三叔呢 在广东 那你知不知道 你二叔去哪了 不知道下落 不知道下落 自行义争无疑 抗日战争时期 宋炳辰的父亲 和两个叔叔 都动起医术 他们三人 全都参加了 抗日的队伍 宋炳辰的父亲 和三叔 都活到了解放后 只有二叔 宋喜臣 一直下落不明 74年来 宋喜臣的家人 只知道 他参加了八路军 但具体在哪里 后来怎样 一直无从知晓 目前从各种资料上看 他的二叔宋喜臣 在1290卫生部 青年团 当卫生学院 1939年 宋喜臣因病 住进了八路军 也占医院 由于当时部队 严重缺少药品 他因医治无效 不幸去世 大叔 这个当然上面写的说 你二叔先是生病了 自来院 就思想家庭 当时说思想家庭 就可能是太想家的意思 主要是 因为思想家庭 就有六天 不想饮食 经过多次的政治宣传 毫无得解 说此人 牺牲的主要原因是 因为家庭的思想观点太厚 将身体脱坏 意思就是说 他牺牲的主要原因 还是因为太想家了 思想负担有点重 这样牺牲了 这是跟我奶奶说的相同一样 跟你奶奶说的相同 这很遗憾 你奶奶也不知道 不知道 我奶奶是天天跑我老师回家 我奶奶到零四一期后 也有个盘回来 结果是我奶奶为何不叫老师 老师去打个手 还笑 所以说他从小的时候就跑出去 在我们跟家联系 因为妈妈这样素生 我奶奶体系就垮 一直掉了 一直粘斗 做好长时间是没有做 我们把宋喜成的死亡信息 与宋炳城对奶奶的描述 进行比对后发现 宋喜成与宋炳城的奶奶 都属于亲情观念特别重的人 这些信息进一步验证了 死亡证明上的宋喜成 与宋炳城的二叔 应该就是同一个人 为此我们向民政部门进一步核实 最终确认 宋喜成的情况 与历史信息管理系统名录中的记载 相吻合 七十四年后 英雄的亲人终于找到了 我们把随身携带的 宋喜成死亡证明书赋引荐 送给了宋炳城 也希望英雄的英灵 能早日回归故丽 离开宋炳城的家 我们的心情久久不能平静 几位成功找到第一位英雄的亲人 而感到欣慰 有位之后的寻情工作 充满信息 为了让这些英雄尽快地回家 我们设字组将前往 一位详细记录了家庭地址的 英雄的家乡 河北省新集市 铁人家庄走访调查 八路军1290385旅 二团三营 七连排长李满仓 在山西左权牺牲时 年近24岁 河北级的李满仓 此往证明书上 详细记录了籍贯地址 但因现在行政区划分的变化 能否找到 还是未知数 经过一路奔波啊 今天 试制组来到了 河北省新集市田家庄 在这里 我们将开始 新的寻访之路 老项您好 我们是中央七套军事频道 和您的栏目组的 给你打听个事 可以可以 我就是村里支部书记 你是村里 您好 刚来到田家庄 就遇到了这里的村支术 他带我们来到村委会 查找军列署登记本 村支书翻出一本 1979年印制的 列容附转退军人统计表 我们详详细细地 找了好几遍 就是没有发现 李满仓的记载 于是我们商量决定 去找村里的老人 询问情况 咱们这个村里啊 年纪最大的老人家 得有多少岁了呀 有八日挂在任的吧 有九十独立 你们上一辈 有没有去山西 当兵打仗的 这样的人呢 山西打仗的 当有一个 有一个 姓什么 姓李啊 姓李的 有没有听说过 李满仓的 这样的人 在山西当兵的 姓李的 当有一个 叫李成群 李满仓没听说过 李满仓没听说过 那我再去别的人家问我 谢谢你啊 我先走了啊 再见 再见 从这位八十多岁的老人口中 没有问到李满仓的信息 我们又询问了几位 年纪更大的老人 仍然没有眉目 只好留下了我们的联系方式 希望今后能得到他的消息 本以为有了详细的记录 寻访工作会变得容易一些 但是英雄 李满仓的亲人 并没有出现在我们面前 毕竟七十多年的时间过去了 时间 让寻访的足迹 变得越来越模糊 但是 英雄的形象 却更加清晰 虽然 寻访工作 遇到了重重困难 寻找三十二位河北籍英雄的亲人 到目前为止 还没有实质性的进展 但我们丝毫没有放弃 下一站 是河北邯郸 设置所一大早驱车一百多公里 赶往设县杨家庄 因为在八十四份死亡证明中 有七位是邯郸级 有一位名叫杨黑淡的战士 即贯上著名为 河北邯郸设县杨家庄 前往设县的山路很窄 几乎跟我们乘坐车的车身一样快 只能单向行驶 那咱们这个设计有多少个这样的杨家庄啊 好几个杨家庄 好几个啊 不止一个 三几年的时候 有一个叫杨黑淡的人呢 去山西当兵了 你听说过这样的人吗 叫杨黑淡 不算 没听说过啊 大爷 你今年多大年纪了 八十九了 哦 八十九了 你有没有听说过 咱们设县杨家庄啊 有一个叫杨黑淡的人 三几年的时候去山西当兵去了 没有听说过 没听说过啊 哦 那好 谢谢啊 谢谢 由于设县有好几个叫杨家庄的村子 这无疑给我们的寻访活动 增加了不少难度 几经周折 我们走遍了所有的杨家庄 寻访了几十家农户 其中有好几次信息 都与我们要找的英雄十分相似 可是最终与史事仍有出入 我们的寻访 不得不一次次 从零开始 就在此时 河北省邢台当地媒体 牛城晚报的记者 给我们打来电话 希望和我们一起 去寻找牺牲的八路军 伤病员的亲人 八十四名八路军伤病员中 有九名是河北邢台籍 目前啊 世事组已经与刑台民政部门 取得了联系 并准备一起到死亡证明上 详细记录了 习惯地址的张小顺的家乡 去寻访 词曲 李宗盛 词曲 李宗盛 在寻找英雄亲人的过程当中 国家民政部邮府安置局 给我们的记者提供了大量的线索 那么英雄张响顺的亲人 能否找到呢 明天 英雄的亲人 你们在哪里 清明节系列节目 继续追踪报道 我们明天见 七十四年禅封 八十四份档案 八路军战士 刺亡证书 神秘再现 二十余天 风残露宿 三千公里 一路坎坷 十多座城市 寻访英雄亲人 社会各界 倾心尽力 同为英雄 寻找亲人 和平年代 清明节三集特别节目 英雄的亲人 你们在哪里